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游泳式竞赛的比赛情况 在今天早上的北京时间9点钟 游泳式竞赛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 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 预赛已经是全部结束 那么这场比赛当中 全红蝉和陈雨昕的王牌搭档 最终也是以较大的优势 获得了预赛排名第一的成绩 这其中第二跳 双方更是跳出了完美的表现 不仅配合非常的默契 而且再次上演了水花消失术 11位裁判员有10位 给出了十分满分的表现 凭借此一跳 也是奠定了双方在预赛排名第一的一个基础 那不出意外的话 双方肯定能够拿下这次比赛的冠军 因为预赛的成绩也会带入到决赛当中 在决赛里边 因为两位中国选手是排名第一的 所以说我们将会最后一个出场 当然了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其实比赛的悬念是并不特别大的 唯一让大家感觉到比较遗憾的是 这个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 并没有在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进行转播 因为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 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选择转播了一场世界女排联赛的半决赛 美国队和土耳其队的比赛 那这场比赛的收视率也是挺高的 也受到了中国排球迷的关注 非常简单 因为中国女排在之前的一场半决赛里边已经打进了决赛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的对手是谁 他们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的 最终的话呢 美国队是在主场1比3输给了土耳其队 中国女排将会在明天北京时间的早上6点30分 迎来土耳其队的挑战 世界女排联赛改制以来 中国队还从来没有能够打进过决赛 如今打进决赛还有很大的机会去夺冠 所以说啊 这场比赛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主频道 也会在明天继续转播 那虽然我们的全红蝉和陈雨昕 是错过了主频道的转播 但是在今天下午的17点 两个人的决赛 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将会如约而至 我们也能够见证两位运动员 在电视台主频道的播放之下 夺取冠军的场景 毕竟在预赛当中的优势确实太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从东京奥运会两个人正式配合开始 到目前为止 两个人无论是参加国内的比赛 还是国外的比赛 都是保持了百分之百的胜率 所以说今天中央电视台 依然会见证这个夺冠的时刻 而全红蝉也是整个游泳市井赛里边 备受网友关注的一名运动员 可以说凭借他一个人支撑起了整个游泳市井赛的收视率 那么这场比赛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的 关键是两天之后的女子担任十米台的比赛项目 全红蝉和陈宇希将会作为对手进行直接对抗 双方从东京奥运会开始就暗自较劲 目前从东京奥运会开始算起 到本次游泳市井赛之前 陈宇希赢的次数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个女子担任十米台的比赛悬念性会相对更大一些